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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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要藉由除了亲近山水 学习一些艺术美学 学佛 来适当的安顿自己的身心 我想呢 一个人能够接触美 能够接触散 那自然就会有个纯真的本性流露出来了 那今天呢 我们首先先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的正是一个茶具 那我自己因为爱花爱茶 因为常常觉得说想读读书 那不想往外走 那有时候呢 自己有一盏茶喝 那在泡茶上茶中 也感受到整个茶山 茶园的一种幽静跟美味 藉由在喝一盏茶中呢 可以去做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观想跟迷思 那今天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茶盘 来做一个茶座 那平常呢 这样的一个茶盘 我们放一个壶 一个杯 比如说呢 像这样一个壶 然后再加上一个杯 这样的一个杯 那我们把它这样子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 那其实就已经很美了 那如果说不是针对一个插花的节目 如果我们插日常的茶花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朵 这样子很含苞的这样的小花 然后再加上一朵盛开的花 那就可以形成一个满美的一个茶花 就是说我们配在这样茶具的一个茶花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 那这朵花其实是 我昨天刚刚剪下来 昨天还是这么的含苞 今天一下子就开了这么的大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花呢 跟这个茶具之间做一个搭配 那就感觉上整个意境非常的美了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配合整个花艺的作品 所以我们就很实在的 很老实的把这件作品呢 把它插起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呢 我的手上呢 这个我们称为南天竹 那南天竹呢 也是插花的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花柴 这个南天竹呢 他第一个有一个优点 他不太落叶 我们住在山里面呢 有时候这个扫落叶呢 也会让我们觉得 或者是落了满地的落叶呢 有时候也会呢 感觉到呢 就是 有点消瘦的感觉 那有时候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它 那南天竹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他不太落叶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朋友啊 或者是学生常常说呢 其实如果你想种一个花 然后感觉又不错 又可以常常拿来用 那你就可以选择用种南天竹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一片的南天竹呢 好大一叶 因为它就像一个大雨伞一样 像个大雨伞一样 那南天竹这个花柴呢 在我们传统的习惯里面呢 我们觉得它是一种很吉祥的花柴 因为南天竹会开花结果 所以它是非常吉祥的花柴 然后我们很喜欢把它种在庭园的角落里面 那南天竹这个花柴呢 它也有很多的特性 第一个就是说呢 它不落叶 那第二个特性就是说呢 它象征一种吉祥的含义 然后它的叶子很大片 各位看到 我们常常可以在做很多的设计的时候呢 会把南天竹的叶子也拿来做一些应用 然后它还有很特别的就是说 它是可以四季有不同变化的花柴 因为有些花呢 它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可以欣赏 可是南天竹它是几乎一年的四季 都有不同的风情出现 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南天竹的这个枝干上面抽出新芽 然后那个新生喜业生命的感觉呢 会让你觉得很欢喜 然后到了三四月的时候 哇 它的绿叶就满盈了 长得满满的绿叶 非常的茂盛 然后到了四月多一点点就开始开花 然后到了六七月呢 就结成这样绿绿的果实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看起来就是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然后到了秋天 果实就慢慢的变橘色 然后变红色 然后变红色以后就整个落叶 那就剩下果实而已 那少少的叶子也变了一点点的红色 那整个意境是非常美的 然后到了冬天 我们很喜欢用它来擦花 还有一种吉祥的含义 好 那我们今天上段的地方 我们用了南天竹 那下段的地方呢 我们来选用一点点的杜鹃 好 我把这个杜鹃呢 稍微的剪短一些些 我们做下段的一个鸡盘 鸡盘的地方 好 再短一点点 好 让它感觉有一点点 短短的叶材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杜鹃 做下段的地方 因为呢 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剑衫也是蛮大的 好 那我们在插画的时候 就是说尽量的不要把剑衫挪露出来太多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样子 好 我现在这样的感觉 好 我一定用下段 但是待会儿等我把花做好之后 我们看看怎么修饰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剑衫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要用的花呢 是这样的扶桑 那各位看一下这个扶桑呢 它在这个季节呢 也是整个大自然中很多的花材 那扶桑的品种非常的多 但是扶桑这个叶子肯定是很好吃的 而且很脆的 好 很多的那个小虫呢 也特别的爱吃扶桑 所以我们会发觉常常走在大自然中呢 发觉这个扶桑呢 都被虫而吃得零零落落的 甚至花瓣整个都被吃光了 好 我加一朵这样子 含苞的扶桑 好 那各位可以欣赏一下这一朵 在这个南天主下的这朵扶桑呢 它有一种很静谧的一种美感 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安安静静的 然后很闲静的一种感觉 非常的雅致 好 那我看一下下段的地方呢 我是不是加一朵呢 有一点点盛开的扶桑 OK 那这一朵很美 各位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一朵花 各位看一下这样的扶桑呢 它开出来以后 它那个裂瓣的感觉 还有它的花蕾 花心 还有它整个花的形状 还有形成的色泽 感觉是非常的特别的 因为这种花有时候开的时候 会很多朵 那我们都很不经意 只是去感受它的色彩的美 那没有去细细的去赏花 所以我们说呢一个能够种花的人呢 肯定是性情中人 那能够很爱花赏花的人呢 做的可能可就是性情中事 所以我们说呢花呢 花这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真的是温文敦厚的一种美感 好 那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扶桑呢 插下去之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哇 那个橘色跟绿色 在这样的季节里面的感觉是很特别的 那也很美的 因为我们后段的这个南天竹 各位可以看到呢 你从现在从前段可以看到扶桑 它那种鲜艳的感觉 然后这一朵它一种静谧的美感 那从后面看又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南天竹呢 它的那种果实的一种 丰收的一种美感 好 那我现在呢 把我的这个剑衫呢 稍微的往侧面的地方移过去 好 我试试看把它移过去 好 那我们本来想把这个剑衫稍微移一下 结果我发觉呢 这一个剑衫它似乎不是很好移 那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再处理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在这个地方呢 再加一点点的杜鹃 然后做一点点下段的修饰 好 那各位现在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边呢 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剑衫的感觉 好 所以呢 我可以找一个像这样的石头 小石头 好 所以呢 胎石也是你平常必须要养的一些 不只是养花 还要养一些胎石 各位看到 当我有一个这样的胎石呢 那我就能够把这一个剑衫的这个感觉呢 做一个修饰 好 否则的话 这么美的一个花气 然后呢 擦了这么美的花 那如果因为剑衫的那种感觉破坏掉了 那就有些可惜了 所以我在后段呢 加了一样一些这样的一个杜鹃呢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这样的胎石 那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这样看起来就不会觉得呢 会剑衫的那种感觉太突兀的感觉了 好 那我们在擦完这样一个作品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把刚刚剪下来的这些叶子 因为呢 南天主的叶子本身呢 它也很耐 而且它的形也很美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很随意的 跟我们的这个桌上的这个器物 就是这个茶具之间呢 做一个搭配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我把它这样子做一个搭配 那这样子的整个感觉呢 就会觉得非常的好 特别的好 好 我们把这个角度再稍微的移一下下 我们把作品移过来 所以呢 在我们的中国的宋朝 我们有所谓的焚香 点茶 挂画 评供 所以在这个忙碌的生活中呢 那适当的休息一下下 让自己呢 走入一种很安静 宁静的生活空间 那我想也是一种蛮好的一种享受 我们下午的时间太阳了 我们下午的时间是一种蛮好的一种 稍微的事情 我们下午的时间 眶稳心 这里是一种蛮好的一种 我们下午的时间不再评论 我们下午的时间 那里面 就会有什么才能 我们下午後 我们下午的时间 下午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呢,我们来插作一个很小巧的一个作品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前面这块板子 这个我们称为薄板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插画的时候 冬天适合比较用厚的板子 那夏天可以用比较薄的板子 那当然我们虽然不是这么的讲究 但是有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今天要插作一个 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很细腻很小巧的花器的时候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就要用 这样比较精致的一点感觉的 这样的一个板子 那我们呢 两个一模一样的花器 那我们在插作的时候 因为台座不同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介绍到台座 在我们插花里面 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呢 我们有所谓的花酒席 那在这花酒席里面 其中有一个我们就称为雕纹台座 也就是说呢,在插花的时候呢 不只是我们要用很好的花器 我们称为一缸 或者很好的剪刀 我们称为金错刀 或很好的屏障 那我们也需要很好的水来养花 那也需要很好的台座来陪衬它 所以这个台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常开玩笑说 如果插花呢,没有放这个台座 就好像人没有穿鞋一样 那个感觉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灵秀 那不晓得您在看完 这样的两个花器放上台座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也有同样的一个感觉 那今天呢,我继续用 扶山花来插座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像这么小的一个这个口 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平口的花器呢 我们大概只能插一只花而已 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说用 当然我们在平常呢,我们说 酒藏新手后花爽半开时 所以插花最好是能够含苞 带放的花是最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把这个汁呢 直接试试看这个感觉 好,它本身已经很美了 好,然后呢,我先把 这一个扶山呢 稍微的把这个整个 要插入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剪碎一点点 好,因为 像我这样的质干很深 所以最好能够让它吸水可以吸得好一点点 所以我把它让它这样子 吃水吃深一点点 好,那各位看到呢 其实,如果擦的时候 一边擦,一边放空 全部散空 这边有擦,然后这边没有擦 这样子也很美 好,所以你可以做各种的 变化跟运用 所以有时候学习一点点的艺术的虚许 那你都会觉得很快乐 那可以自己很单独的 很孤独的去享受生命的一种美感 那各位看,现在如果说 我用一支这样的感觉的花 来跟它对称 它也很美 好,但是我们也来试试看 这个绽放的花的感觉 好,我们来试试看 好,我们让它 一开一盒 然后看看它整个姿势 好,那各位可以感受到呢 其实这两朵花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色差 因为像这一朵它就比较深色 那这一朵就比较浅色 真的每一朵都是美丽的花 好,那我们今天还是擦一朵 含苞一点的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欣赏到 整个花开的时候的感觉 好,我把它稍微的修剪一下下 好,然后呢 好,我把这一朵 剩开的花呢 把它插进去 好,我把这个叶子呢 稍微的拿掉 好,我让花跟花之间呢 有一种忽印跟互动的感觉 好,那各位看到呢 这一个花呢 它会动 好,我可以试一下 用另外一只梗子 下去去 帮忙把它做一些些的固定 好,那各位看一下 我们擦花的时候 我们说要互盼有情 就是两朵花之间呢 就是你看我 我看你 就是彼此之间 有一点点 互相的 凝膜的感觉 好,那现在这两朵花 它似乎在这个凝膜的 这个表情上 还不是很美 那我用另外一个感觉 就变成把这朵花往后移 然后呢 这一朵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花盆呢 往前移 好 好 各位再欣赏一下 现在的感觉呢 就比较好一些些了 好 好,我们现在就发觉呢 这两朵花之间 互盼有情的感觉 就好多了 好,那我们平常常常 用一些香具啦 或者是茶具啦 来做一个搭配 好,那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一些 很现代感的东西 各位看一下我手上 这一个蜡烛台 然后上面有好多可爱的 用这个席做成的这个猫咪 像这样 很美的这样的一个蜡烛台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 我们的这个 这个 木板上面做这个陪衬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看看它整个感觉 因为这个猫咪是这么的可爱 那这样小小的一个作品呢 我们可以插在家里的小角落里面 然后它是也很有一些 特殊的一种情趣的 好,那我们来把这个花呢 稍微的放置一下下 那当这样的作品呢 在平常我们就可以 这样做一个摆饰 在白天的时候 那如果晚上的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 像 要增加屋子里面的 一个气氛跟情调的时候 或有特别的日子 我们需要点一点点蜡烛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很可爱的 这个猫咪的蜡烛呢 藉由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把它 跟这个竹呢 做一个装饰 跟配合 好,那这样的作品呢 可以表现一种 父母对儿女的母子之爱 或者是夫妻的一种 互相的关爱的一个感觉 好,那这样的花呢 在平常的日子里 其实也是我常常用在佛前的供花 好,比如说 我插了一两盆这样的花 那我会把这样的作品 放在佛刊的角落 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佛刊 都是很简单的 然后很有禅境的 那也很高雅 很古雅的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花 放上去之后呢 就会觉得 佛刊前呢 就会觉得 更有意境 更优美的感觉 好,所以我想 一切的美 静在不言之中 好,那也期待 您可以尝试看看 那厌死香华 片满死方 供养三宝 父法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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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 以及南传 汉传 藏传佛教间的交流 与活动 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 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 便利地获得 佛法资讯 听闻正法 共取正觉 魏令如来 卑至法水长流不绝 滋养大地 有情福提心田 尤其 魏时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各项资讯 长久推广 诸如 红法 护僧 慈善 放僧 以及印证经典 免费素食等 慈悲智业 皆得 皆由生命电视台的 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 比翼大众 竟要 十方大德 八星固持 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 常蓄 诸佛愿心 继续推动 如来法轮 广力众生 库持请洽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过洽 03 989 8686 话播账好 1996 5232 顾民 生命文化 集经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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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愿 成就功德趁愿再来普渡众生更是我们的无尽愿 但是往生极乐世界不用等到死亡 你的心很相信 然后你的念阿弥陀佛 你的心就跟阿弥陀佛合在一起 就在极乐世界了 就像点灯一样 愿以弥陀佛为一 当下就如此 当你做一点小小的甘露事事 严供点一只香 那些众生闻到这个甘露 吃到这个米 水里面的鱼鸟吃到 它也进入了极乐世界了 因为你的心态 你的悲心 你的关怀 你只要有一个悲心 观音菩萨的力量 是上到诸佛净土下策六到五 这个就是大悲形象 泄品 你资品 你资品 我看你的心态 你资品